第41题,一个质量为10公斤的木箱,静止在水平地面上,蓝牙以40牛顿的水平力,推动木箱移动12公尺,假设木箱移动期间地面的磨砂力大小保持15牛顿,则木箱移动12公尺时动能增加多少,我们晓得做工的结果就是能量的改变,所以我做工的结果会增加我的木箱的动能,而做工的方法是力量成位移, 那我现在施力了40牛顿,然后呢,让它移动12公尺,所以我做工了480焦耳,所以如果没有摩擦力损耗的话,我就会得到了480焦耳的动能,所以我的动能就会增加480焦耳,但是我现在是有摩擦会损耗的,那摩擦力的做工是一样,是力量乘以位移,我的摩擦力大小是15牛顿,我也是移动12公尺, 所以我做了一个复工180焦耳,我这里没有特别标明负耗,是我心里就已经明白摩擦力做的是复工,所以我给了它480焦耳,但是呢摩擦力损耗了180焦耳,我真正只得到了300焦耳,所以我的动能就会增加300焦耳,第41题问我们说,则木箱移动12公尺时动能增加多少, 我们答案选择是B300焦耳,